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陳月青曾因專訪張學良和趙四小姐而飛升兩岸 我的父親是山東人 母親是澎湖人 而我從小在苗栗的客家村長大 所以很能適應各種環境 陳月青說 2000年首次反抵大陸的陳月青認為 近年來大陸的發展迅速 一些大都市的變化更是讓人目不暇接 陳月青坦言 每到寒暑假總規劃著讓兩個孩子也回大陸看一看 平時讓孩子們多讀《中國四大名著》 讀到三國時 我們就帶孩子去長江三峽玩 讀到西游記 全家就一起去新疆 他說 很多中華民族傳統的好東西 我們不希望孩子這一代丟掉 他還笑言 在台灣我們也愛看大陸的歷史劇 談起漢武大帝 成吉思汗 陳月青如數假珍 不斷說好棒 他是台灣新聞界的皇后級人物 擁有最佳新聞節目及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等5座台灣電視金鐘獎 他是上世紀80年代華視新聞的當家花旦 走過全球近80個國家 採訪過戈爾巴喬夫 阿基諾夫人等眾多名人 並因專訪解禁後的張學良而飛成兩岸 他還曾冒險到金三角去採訪昆沙 並被要求留下來做壓債夫人 他就是現在台灣被稱為經歷湯教母的知名養生作家陳月青 陳月青坦言 自己一生中生死攸關的一次採訪是訪問昆沙 那個時候美國想抓他 但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那時我只接到一個電話說 你想不想訪問昆沙 那次採訪我簡直就像007一樣 我到了機場 忽然我身邊出來一個人說 你是陳小姐嗎 我說我是 然後他帶我到一個地方去換裝 乔裝打扮成當地人 然後偷渡到他們的基地 真是很驚奇 我進去後安排我住在一個茅草房裡 條件很差 吃晚飯時他們來敲門 卻發現沒有回音 他們衝進去發現我已經昏迷了 大概是脹氣的原因 第四天 昆沙終於出現了 他看著陳月青 說 你是道過的最漂亮的中國女人 留下來做我的女人吧 陳月青立刻驚呆了 他怎麼也沒想到 他將自己騙來 原來是為了給她當壓債夫人 昆沙的語氣平靜帶著威脅 陳月青感到一種無法克制的恐懼 幸虧她平時積累的應對措施和經驗幫了她 她不去看昆沙的眼睛 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 然後機智地岔開了昆沙的話 有人說 你要洗手不乾了 這個世界就沒有違禁物品了 這是陳月青臨時編的一句話 沒想到還真觸動了昆沙敏感的神經 胡說 即使我死掉了 金三角依舊是違禁物品遍地都是 我沒那麼大本事 說到違禁物品 昆沙的話匣子一下打開了 完全忘掉了壓債夫人的事 陳月青則趁機牽引著她 一步步地回答自己的問題 可以說 那一個多小時是她採訪生涯中最疲憊 最恐懼的事件 在金三角的那幾天 是她人生裡最難抹去的噩夢 1989年5月21日 陳月青與蘇琪在台南低調結婚 婚後沒幾年 丈夫被查出患有肿瘤 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 為了丈夫她放棄了自己最心愛的事業 陪同丈夫開始了漫長的抗癌之路 這一歸隱就是16年 功夫不負有心人 2007年蘇琪患病後的第16年 癌細胞竟然全都不見了 他們在醫院的門口相拥而泣 醫生追問蘇琪是如何治愈的 蘇琪拉起了陳月青的手 都是老婆的功勞 隨後 陳月青前往陌生家庭用餐 分享夫妻相處 她透露 當初和老公蘇琪是相親認識 被朋友極力撮合 一開始都還放不下身段 婚後兩人仍在慢慢磨合 直到老公被發現罹患肝癌後 陳月青才學會珍惜所愛 而她為激起老公求生意志 不顧高齡危險 硬是生下了兩個孩子 想起當時懷孕過程 陳月青其實歷經兩次流產 她說:「這帶給我身心很大的痛苦 為了尋求心中的平靜 她開始跟聖言法師學打禪 想不到三個月後居然就懷孕 陳月青形容當時話不知怎麼傳 有天與聖言法師碰面 看到我就玩笑說:「你不要到處跟人亂講 跟我打禪會懷孕 沒想到當時分享的喜訊竟成意外插曲 陳月青在節目中談及夫妻問題 她表示 由於自己講話很快 因此老公常要見縫插針才能悔話 有時甚至連縫都找不到 不過 21年前蘇琪患癌 陳月青開始學會珍惜 她說:「當時在病房 我想如果她都沒了 我還爭什麼 計較也沒意義 當時正值事業高峰的她為了照顧蘇琪 放棄前往美國進修的機會 自5月中來特殊災難的爆發 許多民眾僅關注這災難 致使國內癌症篩減人數大幅下降 為了讓民眾持續關注癌症 癌症關懷基金會等單位聯手將在14日舉行 陪伴丈夫抗癌近30年的陳月青是現任癌症關懷基金會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活動主持人 她幾乎 這場災難讓大家發現健康很重要 但比這更可怕的就是癌症 這場七夕情人節的穿越時空獎唱會 首度讓全新的虛擬鄧麗君以直播方式與全球粉絲線上相會 陳月青透露 30年前擔任華視新聞雜誌主持人時 曾訪問過鄧麗君 歌聲讓她留下深刻印象 陳月青說 她的歌聲撫慰了當時因為陪伴先生抗癌而壓力沉重的我 沒想到30年後能夠同臺主持這場獎唱會 這樣的姻緣真的很特殊 過去是資深媒體人 也是名主持人陳月青 多年前早就已經下定決心要放下主持的事業 好好過平淡生活 但沒想到近日受邀主持陳月青和鄧麗君慈善獎唱會 透露自己和鄧麗君多年來的緣分 陳月青說 30年前曾在華視攝影棚訪問過鄧麗君 沒想到30年後又和鄧麗君同臺 而且也將在慈善獎唱會上兩人一起主持 並且還有機會聽到鄧麗君獻唱歌曲 陳月青受訪時說 其實先前還有次集會 是在自己退休期間有受邀主持鄧麗君的紀念活動 但當時婉拒 沒想到又再次受邀 兩度邀約也讓已經宣布退休的陳月青決定重出江湖 而今年已經69歲的陳月青容貌身材都保持得相當好 不止氣色紅潤 體態也是玲瓏有志 被問到如何保養 陳月青透露自己還是靠食補 多吃健康並且對自己有營養的食物 而且不吃加工類食品 也透露自己曾經離癌的老公蘇琪當年也是靠著食補的方式 才從生病的身體轉為健康 另外也透露自己和老公已經打完莫德納疫苗 笑說老公完全沒有副作用 自己也只是手臂有點疼痛和稍微疲倦 不過一切狀況都非常好 癌症纏連39年國人十大死因首位 根據統計 每年高達11萬人患癌 5萬人死於癌症 癌症關懷基金會董事長陳月青分享防癌抗癌的秘訣 就是天天喝一杯綠拿鐵 幫助增強免疫力抵抗力 陳月青強調 吃全食物可以吃到一種植物的全部營養素 而混合多種食物更能發揮加成效果 透過不同種類的植物營養素發揮協同作用 就能產生最佳效果 針對許多患癌病患胃口不佳的問題 陳月青建議每天喝一杯綠拿鐵 提供防癌抗癌及增強免疫力抵抗力的營養素 只要把多樣化的食材按照比例放進調理器中 攪成營養又順口的蔬果精力湯 就能喝下滿滿的天然營養素及防癌抗癌的直化素 更能儲備治療所需要的體力 一杯防癌的綠拿鐵要從清洗蔬果開始 最好用流動的活水或是過濾過的好水沖掉泥沙 再繼續沖洗約10分鐘將可能残留的農藥沖洗乾淨 接著將蔬菜燙30秒後撈起 搭配多樣水果、堅果、優質蛋白質、優格、辛香料 一起放入調理器中 就是集中所有營養精華的天然飲品 每年520對我都是一個刻骨鳴心的日子 因為那是我家老爺肝癌開刀 重獲新生的紀念日 到今年已經29年了 今年再多一重一 那就是兒子今天退伍了 孩子從頭到尾適應得很好 剃了光頭看起來更帥 每天早睡早起氣色更好 鋪床整理內物、打飯、洗碗都做得來 打靶、行軍也通過考驗 尤其回家更懂得幫忙家務 讓我感覺孩子更成熟了 更能夠承擔責任 今天光榮退伍很為他開心 又完成了人生一個里程碑 再次的時間,發力 2021 再次用訪點,會有個字幕 從頭到頭到尾適應 未有關 這張曲自來是